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這位選舉好辣醫師團 直班小護士林彥均 嗨 大家好 很多疾病有很多的原因存在 會讓民眾覺得一時摸不到頭緒 像是發燒 大家會覺得可能是感冒 發燒的疾病可能有很多種 真的 各種發燒都有它的原因 像是這種 就是可能太久沒有男朋友 這是發春 對 有時候發燒 在外面曬太遠曬太久 進來也會發燒 對 太熱了 或是室內空氣空調換得悶了 也會發燒 對啊 所以它的原因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 這些疾病成因跟你想的不一樣 我們寫到第一個來看一下 第一個 難猜測疾病原兇跟你想的不同 治療疾病就像辦案一樣 有時候要一步一步來 舉例來說一個50歲的一個女孩子 那她一開始有很厲害的 頭暈耳鳴 那一開始女孩子頭暈耳鳴 大家一聽就是 嘉義科看一看 那耳鼻猴科看一看之後 吃藥一段時間又不好 也沒折了 那要不然你去找神經內科好了 那所以神經內科 要幫她驗個血 你發現你有平血的狀況 那我幫你血補起來好了 看看會不會就比較好 可是這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又覺得說 其實她的暈也都沒有比較好 然後平血的狀況補了半天 一下上來就掉下去 上來又掉下去 再來又開始肚子痛 然後開始她的淤青的部分 就開始越來越多 可能隨便人家跟她握個手 或怎麼樣 她就懷疑肝臟是不好 那就跑來找我了 結果後來一找我一檢查 就發現她的 那皮脹腫大的話 我們就是要去找原因 那以她來講 後來我們再幫她 追蹤血球的時候 包括她的紅血球 血小板 白血球 其實都是降低的 那代表她的 因為皮脹是在管我們的 這個血液的調節 還有免疫反應 它像一個很大的濾塞子 那假如她發瘋 機能變得很快的時候 有時候你一濾過去的血 本來是正常的過去 濾過去就把你破壞 濾過去就把你破壞 所以你有各種的血球 就過去就壞掉 過去就壞掉 然後她加上她的血不夠 她就越來越大 當然就內科治療 類固醇治療一段時間 但是她老實說 她的症狀只能穩定 不能完全好 最後還是接受一個 比脹的切除術之後 就整個都改善 包括她的頭暈 耳鳴 貧血 就是完全想不到說我耳鳴 這個皮障 開刀耶 對 這麼遙遠的地方 對 是啊 所以讓我們有耳鳴也很擔心 到底是哪裡 我最近有改善一點 我覺得她勞累的時候 耳鳴特別大聲 是 而且現在有暫時停歇的這個情形 像分階段性 早上 起床就比較容易聲音 但你出去外景工作回來 聲音又特別大 這樣是對的嗎 是壓力很大的關係 當然是不對 對 身體某個部份都撞到 或神經有堵到 或太肥胖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其實我們在看病人的時候 有兩種病人最麻煩 第一個是小朋友 第二個是老人家 他們在發展疾病的一個過程 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是 對 所以之前的話 我就是有一個大概 七八十歲的阿嬤來看診 那她就說她陰道分泌物 其實這很常見 在老人家如果 她在外面的診所 已經看了一個多月 那因為陰道分泌物 所以那個診所 就是幫她開塞劑 然後吃的藥 只養擦的藥膏這樣子 擦了一個多月 都還是沒有好 而且她覺得那個分泌物 越來越稠 還有臭味這樣子 那診所當然是說 老人家免疫力比較差 有時候要治療比較久這樣子 那家屬還是比較謹慎 就帶她來大醫院檢查 那我們幫她檢查 鴨嘴把陰道撐開 發現那個膿 是從子宮頸流出來的 那意思是說那個農 其實是從子宮來的 對 那幫她抽血驗 在血球的部分就看到 很奇怪有一個 未成熟性的白血球 開始出現了 它叫帶狀性的白血球 那這種白血球 一般是會在我們 正常的白血球消耗掉之後 才會出來 所以這種等於是 那這種新兵的話 它作戰能力比較差 那我們看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奇怪 可能這個感染 是其實比較厲害的 但是素質看不出來 所以我就建議老人家 要住院接受治療 那果不其然 住院隔天 就開始發燒起來了 燒到四十幾度 再幫她抽血的時候 一看白血球 前一天九千多 第二天降到三千多而已 我們正常的低標 大概在四千左右 三千多其實就 稍微有一點低 可是你看它那個 幅度下降得這麼快 其實就是一個 蠻嚴重的敗血症 所以後來就 請感染科幫她開 非常強的抗生素 打 好不容易把這個 感染的部分控制好 可是膿還是一直不斷的流 到底為什麼會化膿 對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她的子宮裡面 有一個碎掉的避孕器 後來問阿嬤 怎麼會放避孕器不記得 阿嬤說不記得 好像二十幾年前 但是真的不記得這樣子 所以我們掃超音波的時候 基本上也看不到 因為她那個避孕器放太久 已經碎掉了 所以根本看不出來 避孕器放進去要再拿出來 阿嬤 阿嬤 其實我們一般外科 我剛才講很常遇到 李醫師講的這種案例 尤其中老年之後 然後她就搞不清楚什麼狀況 然後有時候一照斷成什麼 有一個小異物 子宮尾縮之後 她就穿出去 然後腸子整個都包住 可是真的很多女生忘記 有沒有騙人 真的太多了 我們問過真的很多 所以莫名其妙的附痛的時候 自己想看看 是不是年輕的是有放過這個東西 時代這麼進步 不應該買一個五年 那就是這種融掉對不對 對啊 鞋子都有可能買到 鞋子都有可能 鞋子都有可能財質對不對 對啊 鞋子都有可能財質對不對 鞋子都有可能財質對不對 可是如果五年她會融掉的話 她會覺得她有放病院去 應該不會懷孕 結果她就懷孕了 男人去結紗就好了嘛 對啊 等一下就好了 對 我要講一個就是我自己遇到 就我們家小朋友 大概兩年前 夏天 我就帶孩子出去玩嘛 然後從台北一路玩 玩到屏東 然後我記得那天晚上 帶孩子去逛網墾丁大街 然後回來之後 小孩子一摸 烤烤 就熱熱的 我老婆說會不會下午晚水 吹到風了 然後就拿出藏備藥 不是小朋友都那種紅藥水嗎 藥水 醫生都知道 然後就拿出來給孩子喝 喝一喝之後 晚上睡覺的沒事 結果到半夜 她翻翻翻 我老婆一摸 燒起來 然後鵝溫槍一兩 四十度 後來就是把她送到恆春 中型的區域的醫療院所急診室 然後醫生講 趕快幫她做快篩 很怕是流感 快篩沒有 是不是腸病毒也不是 然後小朋友跟她看看 喉嚨一點點紅 然後問說 她有沒有其他的症狀 我說沒有 就只有發燒 醫生說 那可能只是感冒 運氣不好 遇到這個感冒病毒比較強 所以開了那個感冒 要給我們回去吃 可是隔天開始 就開始反反覆覆一直燒 她一直沒有退 然後每四個小時就燒一次 然後給她吃完藥之後 退下去 四個小時又燒一次 我跟我老婆兩個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這個行程也沒辦法繼續 我跟我老婆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不然回來台北之後 可能台北醫院比較大 把她帶去醫院 那個急診室去給她掛號 然後那一天 我還記得 去到醫院急診室的時候 剛好遇到她又燒起來 這次超過40度了 醫生說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不知道 醫生說來...我幫你開始抽血 然後驗尿 怕是那個尿道感染 或是什麼然後抽血 然後做了很多檢查 然後醫生說 我驗不出東西來 沒有事情 然後醫生說 不然你再留在醫院觀察一下好了 然後醫生開了 比較強的藥給她吃 結果觀察了三四個小時之後 這次燒起來 但是沒有到40度以上 所以醫生說 可能這個藥對她比較有效 所以就讓我們帶回家 但是她還是開了一個轉診單給我們 跟我們說你們隔天 這種超過40度 又找不到原因的 你還是要去一般門診 讓她看 因為這是急診 然後我們就帶回家 果然她還是一樣又燒 然後隔天去到那個門診的時候 醫生說 那她到底有沒有遇到什麼 我說遇到什麼 醫生說不是 有沒有遇到其他小朋友 傳染給她的 我說沒有 我們是暑假期間去 她已經是暑假結束 一個禮拜我們才出去玩這樣 醫生說 那這個群聚感染機率也很低 那我跟你講 我這個單子給你 然後你回去 如果一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馬上拿這個單子 再回來找我們 然後我們又回家 又繼續吃那個很重的藥 吃了兩天 然後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兒子又燒起來 又回到40度左右 我老婆瘋了 這一次就直接一樣殺到醫院 然後找那個感染科的 小兒科的感染科醫師 醫生這次看到的時候 他就說 我覺得他真的一定有個地方 是我們沒有查出來 然後他突然想說 那不然我們去照一下X光 一掃 肺部裡面有兩個白點 肺發炎了 然後醫生馬上就跟我們 再抽血去畫 他說 你兒子得到那個非典性肺炎 我當爸爸那麼久 從來沒聽過這個肺炎 怎麼得到的 他說可能是 我說可是我們已經離 小朋友離一個禮拜了耶 離其他小朋友 上課時間一個禮拜 他說那個小朋友 得到這種 梅漿菌稅炎 他的潛伏期是五到七天 那一陣子你心情一定很難 對啊 每天出來上班的時候 都一直打電話給人家 燒起來了嗎 對啊 這什麼燒起來 爐燒起來 好啊 發爐了 天井沒有發爐 好像在看股票一樣 吃抗生素 然後開了那個 很重的抗生素 連續吃了五天吧 對 這個病菌常見嗎 其實還滿常見的 但很難診斷 因為它是屬於非典型 所以一般來講 很典型的 我們馬上就會看得出來 可能是肺炎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感染 那因為非典型 它的症狀完全就跟我們 一般想像的 會有點不一樣 對 但是傳染者不一定是小朋友 因為大多數的梅漿菌的話 一個人得 全家都會得 對 因為它的飛沫一傳染 爸爸媽媽媽也會有 它是從哪裡得來 可能在外面人家講話 其實它真的就是 飛沫從染 口水 激跡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也有可能是 阿松你本人 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人家傳給你 你再回去傳給小朋友 都有可能 那因為大人壓得住 小孩壓不住 大人應該小的時候 就得過了 所以應該還有一定的一個抗體在 對他而言來說 症狀會非常的輕 可是在小朋友 第一次得過的反應 會像他的小朋友這樣子 這麼的強 有可能你在外面工作環境 東摸摸西摸摸哪裡 接觸的人多 對 來 因為我自己是念公衛的 所以我們平常念一些流行病學 這種傳染病就是 我要分享的是跟我學的有關係 因為就發生在我的選區鳳山 因為就是 它其實是得到的是登革熱 但是因為大家也知道高雄最近 登革熱就是逐漸有燒起來 這件事情是很嚴重 如果那個蔓延開來 是整個群聚感染 可是因為我們鳳山有一例 他也是一開始覺得說 應該是 然後他就覺得肌肉有點痠痛 然後覺得有一點點發燒 但就是很輕微 所以他就是想說 看個耳鼻喉科就好 他就只去看耳鼻喉科 那醫師也沒有特別診斷說 覺得這個是登革熱 所以也沒有一開始 就讓他進行快篩 或是後續的檢驗的動作 所以他一開始想說 應該吃個藥就好了 結果他就拖了 三天之後才發現沒有好 然後甚至越來越痠痛 然後開始連骨頭都痛 然後覺得 因為登革熱俗稱斷骨熱 他就覺得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發燒越來越嚴重 他後來才就是轉診到 比較大的醫院才知道 竟然是得登革熱 所以那個結果是變成 這三天他還是在外面活動 他還是到處出去跑 那這個就很可怕 就是如果你跨區移動 因為你隨便跨個山明區跨鳳山 你再跨到左營男子 那個蔓延開來是非常危險 為什麼人體會傳播 沒有 它當然是 可是如果他蚊子叮到 然後他就叮別人 人會移動 你人移動到這個地方 然後蚊子叮他 他再叮別人 他就有可能藉由蚊子這樣 所以高雄之前的 2015 16年的群聚感染 就是這樣子而起的 那時候1萬多里非常嚴重 每年到了夏天就是高雄 台南高雄這樣 對 所以這種一定要非常有意思的 一開始就覺得 還有低燒 甚至沒有很嚴重的發燒 就要知道說這連帶起來 可能就是燈隔熱 而不是小感冒 等一個人中獎 整個社區都要連帶的 進行進出噴藥 所以那個是還蠻嚴重 然後會讓社區也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全部一起來防疫 這個意思一定要有 你滅絕不了這些蚊蟲嗎 蚊蟲的感染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長久百年的命題 可是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有一個疫苗 是的 這個就只能靠環境來控制 冬天就不出現了 是的 因為只要是高溫的時候 蚊子就是它的活動盛行率就會高 那個就沒有辦法 所以才會南部盛行 北部比較少 你應該是這樣抓那個蚊子 登革兒飛過來 對嗎 有這種機器嗎 這個感應 現在比爾蓋茨在研發是真的 真的假的 他研發什麼 他研發說以後只有蚊蚊子 又母蚊子才會吸血 他要把它性別通通變一個 人就沒煩死 沒辦法煩死 就慢慢要滅絕 是比爾蓋茨投資 在研究這個事情 真的假的 對 他覺得蚊子是最可惡 最會傳染的 對啊 蚊子空中吹 到處抓抓不到 那剛剛李醫師有講到 我在診斷疾病的時候 老人家跟小朋友其實最難 因為他們很難去表達 他們自己的狀況 那我遇到這個是一個 三歲多的一個小朋友 那這個三歲多的小朋友的時候 他去看小兒科 就是因為他會有點 那小兒科醫師就覺得說 他可能是一個 那避免他能夠發作 所以媽媽在家裡請打掃 避免他接觸過敏源 然後嚴重的時候 醫師會可能會開到 有含有勒固醇的藥物給他吃 結果這樣子治療 治療快一年 結果沒有發現 他有改善的一個狀況 然後狀況就越來越嚴重 然後媽媽覺得說很嚴重 他就回去找醫師說 我的小朋友病情好像滿嚴重的 醫師看看這個季節覺得說 這樣的季節 剛好也是耗發的時候 它會嚴重是應該是 藥物 對 正常的藥物可能不夠壓得住 再給他 結果強一點要吃了 他就昏昏沉沉很想睡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媽媽要工作 沒辦法照顧小孩子 結果把小孩子交給公婆去照顧 那公婆就覺得說 這小孩子不大對 所以他就把他帶到 嘉醫科這邊來去做檢查 就跟他講說 我不知道怎麼了 我覺得這位小孩子 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子 因為我以前我的兒子 有這樣子說不會是 這樣子一個狀況 而且他把我的孩子養得 跟難民一樣 肚子大大 自知小小的 然後體重又這麼輕 然後在檢查的過程中就發現 的確他從頭到腳 你可以摸得到 有淋巴的地方都腫得好大 趕快馬上轉診去做檢查 檢查出來是 這本是小的 對 小朋友 青少年型的 那現在目前在某大醫學中心 血液腫瘤科 現在在做化療腫 其實有時候 一個專科醫師 疾病看久 你就會一直 有時候會忽略掉其他的問題 然後他分享一個 就是70幾歲的伯伯 他一開始他覺得說 晚上一直很頻尿 每5到10分鐘 就要上一次廁所 那晚上完全沒有辦法睡覺 這樣子 然後也覺得解尿有點困難 他都要急診去了 他急診一掃 請他解完尿之後 用超音波一掃膀胱裡面 還障了 馬上解完馬上掃 還有400CC的尿液在裡面 表示他根本解不乾淨 後來就先放個尿管 放完尿管之後 當然急診一定會幫他 轉掛到我們泌尿科 來做追蹤 那大家聽到這個問題 我們泌尿科醫師 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對 那當然我們一定會 幫他做個肛門執診 進去的過程中 就磨到他那個大便 就好像那種鐵蛋型那種 就是阿婆鐵蛋那種大便 只是說後來有一次家屬 突然間冒出一句話說 我這個父親他常常要 一個禮拜 甚至到 那這時候我就想起 我以前前輩跟我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 當你遇到長期性便秘的病人 你絕對不要馬上替他 開刀攝護線的問題 因為他長期性便秘的時候 有可能 其實他真的可以漲到非常大 甚至壓迫到前面的尿道 造成他尿到尿得非常的不順 都有可能 所以後來我就是跟家屬說 我們暫時先不討論開刀的事情 我先開藥給你 所以我只開了兩種藥物 一種是 第二個是 我讓他稍微有點緩洩 有點拉肚子的感覺 那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再回來拔尿管 果然這個伯伯成功 可以解除小便 那其實有時候真的不要 就是太專注在自己的專業 因為如果我幫他開完刀 我沒有找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後續可能還是會解不出來 然後我之前遇到是一個 伯伯也是六十幾歲 半夜一兩點跑來掛急診 然後問他說怎麼了 他就說他拉肚子 那診所去看了四五間 地區醫院也看過 然後抽血都跟他說還好 我檢查起來 他假力值也很低 可是他的白血球 發炎指數那些 其實並沒有很明顯上升 他就問他說 那你腸胃炎之後 有沒有吃得很清淡 他說他都只敢吃白飯 其他什麼都不敢吃 肉也不敢吃 蛋也不敢吃 然後油膩煎的都不敢吃 他說因為他本來是住台南 對 然後最近是上來台北 後來就是住女兒家 然後就一直拉肚子這樣 他兒子就要再回去南部 那你來台北之前有沒有什麼事 他說有 他那時候肺炎 肺炎住院 住院那時候就是用抗生素 治療一段時間 後來我們就講 有住院 有用抗生素 所以他其實這個腹瀉 是因為抗生素治療之後造成 因為你抗生素在打的時候 不是只有把不好的細菌處理掉 它包括你腸胃道裡面 一些正常菌蟲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會變成 那這個伯伯後來就是收住院 然後打那個萬古霉素 他就後來就慢慢 拉肚子就慢慢止了 不過之前遇過更慘的 也是肺炎出院 然後也是拉十幾天 拉到後來不行 跑來 那個伯伯就很慘 因為他對萬古霉素會 所以他只剩下另外一種藥 所以他最主要就是 但是他那個 它又是有一點點抗藥性的 所以他後來治療 治療不好 光是一個拉肚子 後來就 這也落散也落室 會啊 那現在有的醫院 像某院 他們其實有在做 所謂的大腸的一些 就是拿別人的大便 糞便過濾之後 把裡面的正常的菌蟲 再種到患者的大便 你就把別人的大便 放到你的大腸裡面 通常只有拉出大便 還有灌大便進去 對 你看 所以那個腸道好菌很重要 對 你沒有菌就完蛋了 就要吃大便 你看今天 沒有吃啊 灌大便 灌大便 你要吃也要做成膠囊吧 比較好入喉 比較好通 來 第二個 免疫力太低有問題 太高更可怕 我們一大天有時候 遇到一些補孕症的病人 然後補孕症的病人 三十幾歲的一對夫妻 那先生會先來 我們疫苗科做篩檢 我們最簡單的 先做個經濟分析 那看起來 它的菌蟲數量正常 活動度也很好 型態也都全部符合 我們標準範圍內 後來查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太太 它裡面就是有 抗菌蟲的一個細胞 那這個東西 它就會去攻擊先生的菌蟲 對 我就跟這個先生形容說 就是你的士兵完全過不了攤頭堡 他就完全被這些抗體給全部消滅掉 這樣子 那當然其實每個人身上 都帶有這個抗體 只是說多跟少而已 年輕的時候都很少碰到抗體 對 隨便說 我有事要告訴你 就有了 對啊 長大 怎麼長大想要長矩子 都被抗體了 對 瓜哥講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其實隨著年紀增大 這個就是抗菌蟲 抗體它的比例就會慢慢的提高 是啊 年輕年 對 年輕 年輕的部隊也比較精銳對不對 對 所以年輕的時候 反而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年紀大比較慢 因為現在人都晚婚 所以這個比例就越來越大 那你這對夫妻都有抗體這樣 怎麼懷孕 對 那所以我們就必須 就是趁生病的時候 對 趁你病要你命的 對 亂講 什麼樣什麼 對 我們如果說 比例小於百分之三十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一個IVF 就是把精液直接注射到子宮裡面 那如果真的比例在更高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需要做到 那這個概念就是 好像我就直接空降 我知道了 木馬塗層 對 把包起來送進去 對 木馬塗層 直接空降過這個堡壘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個案子 後來就是因為做四管癮而成功懷孕 那在過去也是前輩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案例 他就說 真的有一對夫妻 然後彼此之間都對 有抗體的存在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懷孕 後來因為其他的事故而離異了嘛 然後最後自己再組建自己的家庭 那沒多久兩邊就全部都懷孕了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這個抗體太強了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懷孕 然後最後找到另外一個對象 然後男生也找到另外一個對象 也就是沒有抗體的 所以就... 他們就和平共處了 對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不能見面 對 摩密又助力也兩個家庭四仇 沒辦法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可是這個結婚前 又不能先拿來檢驗 對啊 這滿慘的 結婚之後真的如果兩個對抗 那想要生小孩生命出來很難 那除非說 那你就可以允許我接納小三 沒有 你剛剛不是說我四管嬰兒嗎 這種方式 對 另外我再分享一個Case就是說 我們密尿科有時候遇到一些 年輕男性搞完扭轉的案例 那搞完扭轉 它黃金時間大概就六個小時 那萬一六個小時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轉回來 那你怎麼知道 一開始扭轉就會痛 會痛 所以你開始痛的那一傷 六個小時 非常劇懷性的疼痛 那種一定是馬上到急診來 那我們試著去轉轉看 然後順便聯絡開刀房 這種通常要進去開刀房裡 那我們進去開刀房裡面 就會看說轉不轉的回來 那運氣好一點 它可以轉的回來 運氣不好的話 這個鎬丸已經 那我們就真的遇過壞死的案例 就跟他說不好意思 這個鎬丸我們必須要拿掉 可是以一個男人的觀點而言 我寧願保留一個壞死的東西 我也覺得我有兩顆鎬丸 對啊 總不會說拿掉 我變成一個一顆鎬丸的男人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這時候 一定強烈跟病人說NO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保留這個壞死的鎬丸 我們的抗體會去辨識它 會把它當成外來物去攻擊 那甚至會攻擊到另外一邊 正常的鎬丸 那這時候會造成... 那不行做個易鎬嗎 可以 在國外他們有做易鎬丸這個手術 對嘛 做易鎬丸 對 做植物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 你們對於我開玩笑 我也很有意思 所以你們進去來一邊去 我吸引我 不知道這個想法很好 我在歐洲密尿科醫學會的時候 他們就有展出所謂人的易鎬丸 而且那個尺寸還可以進去做 對嘛 它雖然沒有照經的跟我們 但是有外型完整的 外型看起來是完整的 我自己本身是有自己免疫的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 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我結婚五年多 都沒有辦法懷孕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檢查 反正全部都檢查了 然後我就是完全是健康寶寶 所以我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會造成這種補孕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之前 有在想說是不是抗體的關係 可是後來就是 總之我們就有一天呢 我就去看腸胃科 然後就去醫院看腸胃科 然後後來經過腸胃免疫科的時候 就有一個非常熱情的護理師 他就站在門口 就邀約大家去看腸胃免疫科 就說他 跟叫他一樣 對 他就很熱情 然後剛好在那一天的前一個禮拜 才有朋友跟我說 你的不孕有沒有可能是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既然不用就是掛號 也不用排隊 我就進去看了這樣 然後我進去看 其實只是想說 排出這個可能性 所以他就問我說 那你有什麼平常的症狀 我說有時候會 然後有時候會 乾咳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眼睛比較容易痠 然後我都想說 是因為冷氣防呆比較久 就會有這個狀況 後來他就說 好啊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來抽個血 然後驗一下你的問題 後來一個禮拜之後 就發現 就是確診是乾燥症 它就是一個自體免疫 就是身體會攻擊你外來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就是用免疫的用藥 去調節我的免疫的功能 然後兩年下來之後 還是沒有懷孕 然後後來有一次錄影的時候 剛好遇到 詹井泉詹醫師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乾燥症 乾燥症它其實不只會不孕 它另外還會 因為身體的免疫系統 我會攻擊它的外來物質 所以他就看我的情況 他就覺得說 我除了免疫用藥之外 我還要再加 因為等於就是 我必須要用比較強大的藥物 去壓抑我的那個免疫的狀況 然後後來的確 使用類固醇大概半年之後 我就懷孕了 可是懷孕它只是第一個階段 因為它可能會流產 所以我的確後來就是必須要 每兩個禮拜就去抽一次血 因為它可能有血痠的問題 意思是說 然後所以我就打針跟吃藥 所以我整個運期大概打了100針 然後 對 然後我吃了大概上千顆的藥 好辛苦喔 因為類固醇跟免疫用藥 跟阿斯皮靈 然後那個針就是要自己在家打 所以就是打肚子 然後就打肚子都是淤血 然後肚子沒地方打就打屁股 然後就這樣打了 就是整個運期這樣子 可是後來那個正常的生產 大概是停藥一個禮拜 就七天 所以我在生產期七天就停藥 可是我的身體沒有辦法 就是我到第五天的時候 身體就不舒服 後來就去醫院 然後就抬耳腫破 因為它的臍帶已經沒有公血了 所以我的隔天 詹醫師就跟我說 你的臍帶裡面 就是白話文就是乾掉 就裡面是沒有血液的 對 然後他就說還好 因為只差幾個小時 你的寶寶就太死腹中了 真的是超危險 多少個媽媽像他這樣子 他還成功了 對啊 有多少媽媽打得比他藥還多 對 所以天下媽媽有多危險 女性的都很危險 孩子來得之不易 對 我們回想年輕 你真不應該把他 請聽一下 其實蜂絲免疫科的門診 通常不會這個門可裸卷 我現在講過一次 對 那事實上 剛剛這個黃老師提到的 這個反覆性的流產還有補孕 在蜂絲免疫科最長的 的確就是所謂的 那它的確會攻擊這個幾大的血管 造成子宮這長期的發炎 環境非常的不好 但是抗瘍子抗體症候群 並不是只有攻擊孕婦 那舉一個例子 我們有個30歲的 這個年輕的工程師 他有一天小便有泡泡 小便泡泡一定是找腎臟科 那就我們做個切片 因為蛋黃料太嚴重了 做個切片 結果發現是這個 好啦 那就用這個類固醇 免疫制器去做一個治療 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有一天 他的這個單側肢體無力 中風了 講話不清楚 然後送到神經科去做檢查 結果神經科醫師很謹訊 他說你沒有不良習慣 他說我工作也很輕鬆 沒有熬夜 我沒有輪班 那為什麼會中風 年輕的腦中風 一定要考慮是 肢體滅疾病引起的 抽血果不起的 他也是抗瘍子質抗瘍症狀 要用什麼治療 一樣要用抗瘍血劑的治療 到現在治療效果非常的好 他的肢體的活動力都恢復了 他的腎臟發炎也恢復了 然後我再分享一個案例 這個有一個這個男生 他這個去做這個檢查 結果他很不幸發現 在胰臟的位置 看到一個腫瘍 外科醫師知道這個跟他說 你這個是可能是 要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手術 要把你的胰臟切一塊 胃切一塊 胆管 胆管 都要切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手術 結果開完刀之後 結果是IGG4的免疫細胞沉浸在胰臟 這個病怎麼治療呢 可以不用開刀 所以其實自體免疫疾病 診斷上來講真的非常困難 但是治療上來講 好像沒那麼困難 我們在婦產科 其實很怕免疫疾病的媽媽 就像那個 例如說剛剛講到的這個 抗理直抗理症候群 或者是乾燥症 乾燥症有時候 媽媽的寶寶會有心臟病 所以這都蠻危險的 那我要分享的是 比較常見的一個 自體免疫疾病 叫紅斑性狼瘡 那我們遇到的那個 就是大概30幾歲的一個媽媽 她有紅斑性狼瘡 過去也都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兩科就是討論過後 覺得她可以懷孕 所以她也嘗試懷孕成功了 她到十多週的時候 腎臟的功能開始 有不太正常的狀況 蛋白尿開始出現了 那我們就跟她講說 這樣子的話不行 那免疫奉飾課那邊就建議說 她的藥必須要加量 她的類固醇還要用得更高這樣子 那可是她好像回去 她對這個類固醇的疑慮非常的大 所以她就沒有按照醫主 把它增量這樣子使用 在陸續回診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除了蛋白尿越來越厲害 她的血壓也開始上升 不太OK 後來就只好住院追蹤觀察這樣子 她的子宮的部分也不太穩定 那後來發現她的腎功能 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那在住院的過程 其實我們已經嘗試 把藥物增加了 那免疫奉飾課就覺得 她的那個紅斑性狼瘡 因為懷孕的關係 又有在升高的狀況 到後面變成一個 急性的一個 紅斑性狼瘡的腎炎 變成要洗腎 變成要洗腎 就在懷孕洗腎的時候 對媽媽來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負擔 在這種病患的話 我們洗腎不是變成每週洗 變成像每天洗這樣子 要洗短時間 但是要盡量把這個時間縮短 這樣子的不斷地洗腎 才能維持她的一個腎臟 清除毒素的一個功能 那可是寶寶就因為這樣子 長不大 所以到快接近三十週 二十八週的時候 寶寶就生了下來 就早產 極度早產的一個狀況 而且寶寶非常小 那時候還不到一千公克 對 所以在這種免疫力 非常高的一個 自體免疫疾病下 如果沒有把它控制得好 其實在懷孕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為什麼 如意姐真的很偉大 我們也有病人 現在也是一直正在 打抗瘍血針 就是為了要懷孕得到一個寶寶 甲狀腺的話 它其實是調節我們身體代謝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它也很容易 根據我們周邊的環境 或情緒去影響它 那這個topic是說 免疫力太低有問題 太高更有問題 那我有一個十六歲的一個女生 她很瘦 那來的時候就手抖心計這樣 那一看就是甲狀腺抗鏡這樣 那其實就是因為她人比較瘦 然後剛好要面臨 考試的一個壓力 那爸爸媽媽 可能就早晚給她一杯生茶 從半年前開始 那應該其實有部分的原因 就是覺得 它這個過度的一個補充 造成誘發它一個免疫反應的 一個錯亂 然後就變成抗鏡 那這個甲狀腺抗鏡的話 它一開始它會先 就是等於說自己的細胞 認為自己的甲狀腺是壞人 要攻擊它 那會引起發炎反應 這時候會釋放大量的甲狀腺素 你會覺得它功能是變強的 所以這時候它就會開始 慢慢的腫大 然後功能變強 那當然很久以前 醫學慢慢有發達的時候 有的人現在這樣就去開刀 那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病人 雖然它腫大 而且覺得抗鏡 那你覺得它 切掉之後會變好 其實不是 因為它攻擊到一段時間之後 雖然它越腫越大 可是裡面的東西 正常的甲狀腺的這個細胞 都會被殺光光 裡面剩下的都是 那個 那裡面的甲狀腺細胞 是沒有辦法 好好分泌甲狀腺素的 所以這個病人 你就算都不管它 久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本來甲狀腺抗鏡 後來會變 被殺光之後 它反而會變甲狀腺低下 所以功能會變很差 對 功能會變很差 所以不是說動不動 甲狀腺一腫起來 先來考慮開刀 絕對不是這樣 那這個病人 除了把他的這個生茶 請他不要再喝了 然後就把他的這個作息 盡量調正常 可是考試真的有點困難 然後再加上所謂 類固醇的治療 像大家每次一聽到類固醇 就跟美國鮮丹畫上等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害怕 對 其實千萬不要 因為它是一個 在適度用藥的時候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個藥物 是可以用 一定要按照醫師的指示用 對 因為剛剛陳醫師提到人參 因為人參會提升免疫力 但是我們都跟患者 千交代萬交代 免疫疾病 不要補人參 或者說我沒有吃 我沒有吃人參 但是我關節不好 我有吃龜鹿二仙椒 龜鹿二仙椒 他們沒有人參 龜鹿二仙椒沒有人參 龜板鹿角 人參高級 其實我 剛剛還跟化妝師講說 就是治療鼻子過敏 可以提升免疫力 然後可以吃人參 然後結果現在聽醫生說 免疫力比較高的人 那我要怎麼知道我免疫力是高還是 所以要找專業的中醫生 每天騎腳踏車 免疫力一定高 每天騎一萬公里 怎麼都不高 哪有免疫力 騎一萬公里 幾千一定有 沒有啦 大概一百公里兩百公里 她每天在騎腳 她免疫力一定高 那我有一個三十歲的女生 她來的時候就說 陳醫師我要做 妳最高階的健檢 妳有什麼健檢就給我做 因為我已經受不了了 為什麼呢 她會這樣子講 她十八歲開始 然後她偏頭痛 就看了很多很多的醫師 可是她十八歲開始發作 發作到三十歲的時候 那三十歲那一年 她的頭痛是痛到不行 所有的藥都無法治療 她就覺得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還是怎麼樣 就是整個就是痛到不行 然後醫師就給她 下得非常重的樣 重到她完全沒有辦法出門 然後她的先生覺得說 你這樣子不可以 因為你這樣子的狀況 我也會很擔心 然後在家裡 沒有人照顧你 這樣每天就這樣昏昏沉沉 要吃人這樣子 也不對 你要不要去做最高階的健檢 所以我們講說 好 你做過的東西 我們不幫你做 你沒做過了 我們幫你檢查看看 結果檢查出來真的是 它是血管在發炎 那一般而言來講的話 我們腦部 我們中樞神經的腦 是不會有疼痛的 會痛的是 在出現了疼痛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它是不是血管上面出了問題 這個肢體免疫性血管 也所導致的 就把它轉到風濕免疫科 風濕免疫科 意思是覺得說 的確是她的腦部的血管 出現了發炎 導致她的頭痛 所以開始治療了 風濕免疫的問題 她再也沒有頭痛了 來 看第三個 別輕忽身體老症頭 他們反而更危險 這老症好了沒關係 不要緊 出事要緊 50幾歲的男性 長期性有糖尿病 那過去也曾經有 結石方面的病史 那她從過去以來 就一直覺得 就是 她會合理化自己的症狀 就覺得說好像是 工作的關係所造成的 後來就是真的 這問題越來越嚴重 甚至還合併 有噁心嘔吐的問題出現了 才來看門診 那後來也是轉到 密尿科這邊來 一看檢查是一個 有塑尿管的結石 大概一公分 塞在那個地方 那超音波一掃起來 果然右側的腎臟非常腫 因為下面塑尿管塞住了 那上面的尿排不下來 那後來就安排一個 塑尿管精的手術 那在手術的過程中 我們用塑尿管精上去看 然後用雷射 把這個結石給打掉 打掉之後 我看到上面開始 有源源不絕 那個膿開始流下來 對 但是而且我們 外科醫師會很擔心 為什麼 這個膿流下來 表示說這個毒素 開始釋放出來了 本來都在裡面的 那就是果不其然 回到病房之後 這個病人就開始喘 那開始喘之後 也開始有發高燒的問題出來了 那另外血壓開始往下掉 這就是所謂的 那當下我們就立即把它上了 就是最強的 跟抗層數都上去 還好撐了兩三天之後 果然慢慢恢復了 那問題是 如果說這個再晚一點發現的話 或者是說它免疫力 再更差一點 那這個病人 有可能會救不回來 那甚至會引發一些 醫療糾紛 病人會覺得說 我只是一顆小小的石頭 藥酸被動去到醫院 那最後會因為這樣子的問題 而死亡 所以還是會呼籲一下 就是觀眾朋友們說 如果身上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要去重視它 趕快找出原因來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結石的病死 大概每半年到一年間 至少回去回診 追蹤一下 看結石有沒有長大 或者是說有沒有心長出來的結石 因為現在講到老毛病 我突然想問瓜哥一個問題 但是瓜哥想覺得 膽結石小顆比較嚴重 還是大顆比較嚴重 你這樣問一定是小顆嚴重 對 因為其實 這個瓜哥實在是太聰明 因為錄太多節目了 因為其實來講 很多病人他會覺得說 被體檢的時候有膽結石 反正很小顆 沒關係 就以後再說這樣 其實外科醫師怕的膽結石 是怕的是越小顆越害怕 為什麼 因為膽結石你很大顆的時候 無論如何它都停留在膽裡面 膽囊跑到膽管裡面 有一個擴約機 你石頭很大的時候 它根本掉不下去 就不會掉 化膿 化膿也幾乎卡在這一顆而已 但是你小小的掉下去之後 這個膽管很快就會發生 膽管發炎 膽管發炎的時候 它很快會有一些農藝逆流回肝臟 所以直到現在各大醫學中心 都還可以早上因為膽管結石 膽管炎跑急診 下午就進血症或敗血症 那下午就一樣這個案例嘛 就是30歲的一個男生 他就覺得說 他以前提醒就是膽結石 也很多年了 他已經老健好還不管他 結果每次檢查都小小的 結果有一次呢 就開始發高燒 然後腹痛就跑急診 他整個膽管有擴張 膽管化膿也這樣 他也是小的就 對 他也是小的 他就是小的才不理他 大的很多人聽到 一公分趕快開刀這樣子 但是小的反而不在意 0.1 0.2 就知道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們更怕膽殺那種東西 那所以這個病人跑急診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 然後呢 一般如果你說膽發炎 膽結石 我只要把膽結石開掉 兩三個小洞開掉就好 他不是 第一個住院打抗生素 抗生素穩定了一兩天之後呢 用胃鏡進去 撈完之後狀況再穩定 再去挨這個膽囊的刀 所以然後有時候 萬一他的胃鏡撈不順的時候 你用下去開刀開完膽囊之後 你肚子還要放一個 所以你會把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變成一個很複雜 現在現金國家就是建議說 如果你青春期過後 你體檢有膽結石 你就安排你可以休息一兩天的時間 就把它拿掉 對啊 不然以後 對 但是因為其實 這有時候會被人家懷疑 就是說是不是外科系 對 所以現在一個最標準圈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標準就是 只要你曾經有痛過一次 加一個蛋酥 你有體檢有膽結石 但是你有痛過一次 那你就可以準備開刀了 就是這樣 當然 腎是不能這樣 腎是不能這樣 腎是不能有結石 就拿掉了 不行 腎是可以 之前是遇過一個 二十七八歲的男生 然後本來就有痔瘡的問題 然後結果他有一次就是 晚上也是兩三點 遇到這種病人 然後就跑來就說 那你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就會想 為什麼我年輕人會半夜 跑來急診看痔瘡這樣子 對 他說沒有 他因為今天他是 然後他又摸 又摸到有硬硬的 而且摸下去很痛 摸下去又有血 然後上面上網查 他說應該是脫肛了 痔瘡掉出來 所以他才會那麼痛又流血 對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看看 因為看起來體溫有點高 三十七度六七 然後結果褲子一脫下來 想說要做肛門止診 結果發現不是 他根本其實就不是痔瘡 也不是脫肛 他其實肛門那邊已經 後來我就很佩服這個年輕人 因為他其實真的滿會忍 因為這個東西很多人 根本痛一兩天 就痛到受不了了 然後他那個肛門已經濃癌 已經爛掉 已經腫到已經 你就是看不太到 他肛門那個擴躍機 就是那個洞在什麼地方 你沒辦法做直診了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抽血 做電腦斷層 發現他不只肛門 他那個細菌已經吃到筋膜層 搞完那些全部也都吃進去 那這病人後來很慘 密尿科 肛門直腸科 整形外科 一起去做青瘡 對 因為他那個直腸已經 就是不能用 所以他也拉了一個 然後他那個筋膜 就是一路開開開 因為他青瘡就是 哪裡有膿就開到哪裡 然後青瘡 後來有去教育病房看他 那整個後來最後開到 第四次開到這邊 那很嚇人喔 然後就整個筋膜 都一直往上化 因為他細菌一直在皮下 一直往上面跑 然後也是 又洗腎 然後後來開完 有活下來 可是回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肛門罩口 一個直腸罩口 然後二十六洗腎 二十幾八歲而已 這個科醫師講的這個叫 這個我們以前 節目那個分享過 他這個的話 我想應該是他之前 有一些問題 但是他應該有加上 一些免疫的問題 才會變得這麼嚴重 不會說一般人的痔瘡 你脫 或者是肛門一碗不開 就變這樣 不會 而且這種東西 特發在年輕男性 不一定是年輕 但是是特發在男性 對 糖尿病 那個也有問題 對 糖尿病也有關係 我來補充一下 現在這個案例 其實他即使開到 他死亡率 還是有40%這麼高 那其實我們如果 這樣聽起來 好像不輸癌症 對 因為他肚子會死 痔瘡也會死 不是 CAS一路上就 壞死到胸口 這個地方 一路上走這個地方 往上拉 那我之前碰到的是一個 大概30多歲 快40歲的女性 那她來的話 她說她要檢查乳房 因為她也是看我們節目 然後她說她原本要去找 江君俊 江奈夫 但是太遠了 對 她想想 在她家附近還滿近的 婦產科也會看乳房 所以就來給我檢查一下這樣子 那我說那是怎麼樣的問題 她說她兩邊不一樣大 她過去其實是有一個小的瘤 大概三五年前 她檢查過一次 可是那個時候跟她講說 好像看起來還好 她就沒有再追蹤 那那個瘤後來就消失了 可是消失了之後 她覺得很奇怪 左右就開始變得不一樣大 而且她覺得摸起來的感覺 也不太一樣 所以就請我看 結果衣服拉下來真的 一邊比另外一邊大了 大概快一倍半 但是重點是 那邊看起來很像是填充物的那種感覺 不像是原本的乳房 那一摸整個是硬邦邦的 就是因為那邊全部都是腫瘤 已經沒有正常的乳房的部分 全部都是腫瘤 那所以後來就是 轉去給我們那邊的乳房外科看 後來就說 確實它是乳癌的第三期 所以這種 以前原本就有囊腫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定會建議它 至少半年到一年 我們就要做成果追蹤 所以就是不能把這些 以為是都沒有問題的 就把它放著不拐 這疾病原因很多種 但千萬不要哭使它 有的我們認為是老劲桃 或習以為常 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要趕快找醫師 醫師會幫你好好的檢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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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給他按下鈴鐺 拍片 謝謝大家 還有按下鈴鐺 我記得按下鈴鐺 還記得按下鈴鐺 可以按下鈴鐺 然後按下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